長禍創辦人李嘉誠昨天最後一次 以汕頭大學校董會名譽主席身份 出席學校的畢業禮 深受學生愛戴的李嘉誠踏入會場一刻 引起全場學生歡呼哄動 在場更加有人高呼 成哥我們愛你 李嘉誠在致詞中勉勵畢業生 要以汕頭大學建立自我 追求無我的理念 活出真正勝利的人生 過往一切 升落心上 向前求望 我總是對未來帶著期望 同學們 Are you ready? Thank you 一生以理智 道德 更誠信 為世界帶來忠言和記憶 建立自我 追求我 活出真正勝利的人生 李嘉誠在典禮中說 將會退任校董會名譽主席職務 並交噴給第二仔李澤佳和基金會接力 繼續承擔推動教育改革的使命 謝謝大家 在畢業禮完結之前 全體師生更加一起大合唱校歌《大學問》 這首歌是改編自Beyond名曲《光輝歲月》 並且請得香港填詞人林夕重新填詞 是全球罕見由流行曲改編的大學校局 間接反映散大有幾潮 而今次舉行畢業禮的散大新體育館 總投資額達到6.5億元人民幣 用了三年時間來建 2015年底落成並且使用 而這個多功能的室內體育館 可以容納超過6000人 感覺猶如自身紅館 是潮山地區最先進的室內表演場地之一